你講到印度 我實際上要多問幾句 實際上最近好像 聽說台灣有一個比較大的 高級的半導體產業代表團 去考察印度 你自己覺得台灣應該 怎麼樣深耕印度的市場 第一個 全世界半導體設計的 總人力是288000人 你知道人最多在哪裡 人最多當然是在美國 美國的公司大概有13萬多人 但是美國在地的人只有8萬人 所以他5萬多人是在海外 台灣有多少人你知道嗎 台灣是5萬2000個人左右 台灣大概只有6、7000個人 7、8000個人在海外 大部分是台灣本地雇用的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5萬2000個人 假設台灣的半導體設計行業 未來到2030年未來8年 每一年的年均成長率是7%的話 那麼我們大概需要2萬2000 新增加的設計人才2萬2000人 如果我們的成長率是14%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7萬人 那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每一年唸理工科系 唸電子電機資工 畢業的碩博士生 現在大概1萬人 所以我們根本不夠用 所以我們只能從外面進來 那外面哪地方人最多呢 當然是印度 印度大概有5萬個IC設計公司 但是印度沒有自己的IC設計產業 你知道為什麼嗎 韓國也沒有 韓國有 但是只有全世界的2% 韓國不用我們笨嗎 不是 因為韓國的IC設計公司 做出的產品 第一個 它自己的代工廠不強 第二個 它做出產品要賣給誰 它只能賣給三星跟LG 因為它沒有其他的大廠 它跟台灣完全不同 就我們的設計公司做出來的產品 它第一個可以賣給鴻海廣達 人寶偽創這些公司 所以我們的基礎是很紮實的 第二個 我們的設計公司 我們可能有三四百家 我們可能有將近100家 是上市貴的IC設計公司 這些公司全部加起來 我們去年的營業額是448億美金 我們大概佔了全世界24% 我們是僅次於美國 全世界最強大的IC設計工業 因為我們上下游人都對 所以我們是天時地利人和 那韓國不是比我們笨 是它沒有那個環境 日本大概跟韓國一樣大 大概是一趴到兩趴 日本有一家叫Social Next 你知道嗎 我聽過 Social Next是做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東京奧運 8K的解決方案的晶片設計公司 它是原來好像是 富吉次跟其他去這些公司 日本政府整合 所以他請了原來Kosella 京都陶瓷的社長去當董事長 我見過他三次 他到台灣來找我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們在做哪些事情 他有兩千多個人 所以他不是小公司 那他的代工他也出現問題 他的代工都到台積電來 所以台灣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說我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我們就有一天心血來找說 好好好 那我們來搞晶圓代工好了 我們來搞製造 我們就搞了很多很多 結果我們什麼都有 就我們連光照也有 我們晶圓也有 我們有一點設備 設備比較弱一點 但是我們也有一點 不是都沒有 還有因為我們市場夠大 所以ASML 應用材料 KoA Tenko 這些好的 包括日本Advantest Tao這些公司 都在台灣有很大的operation 它就跟台灣一起共購 所以半導體是很複雜的行業 比如說半導體很多的製程 它有很多化學材料 化學材料就必須跟化學的原廠 共同研發 所以你會發現說 科學人區附近也有很多化學公司 他們也做很多的研發 他可能是幾百個人在做研發的工作 還有我們很棒就是說 我們特殊氣體的供應體系 跟別人也不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土地小 所以我們蓋的工廠是那種精巧型的 所以我們的效率是全世界最好的 如果你知道Advanta去蓋很大的 那不見得是最有效率 所以台灣有我們自己的問題 但也因為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局限 所以我們就把整個國家最好的資源 最恰當的方法 我們已經搞了30年了 我們又不是笨蛋 第一次做錯了 第二次我們修正一下 我們就慢慢越做越好 所以現在是37年的產業發展經驗 在搞這個事情 所以已經不是我們不是小朋友 所以我們必須知道全世界仰賴我們 那我們也必須承擔責任 所以我只是呼籲社會跟政府 對於半導體業的理解 上下游的關係 大家花點時間去理解它 然後給它更好的支持 這是我個人的期待 所以大家都應該去買這本書嘛 哈哈哈哈 各位朋友 我們的YouTube歡迎大家訂閱 趕快拿起手機搜尋三國演藝 一二三的三 國家的國 演員的演 議論的意 還在等什麼 趕快拿起手機 訂下去 而且 就不會關掉 我可以盡情 電視 通訊 中文